旺角凌晨有私家车司机怀疑罪驾冲上路博 两个警员到场调查期间受伤 凌晨近4点半警方接报灯打市街近尼敦道交界 一辆黑色私家车怀疑失控冲上路博 撞到一支路灯之后停下 一队警员到场调查 现场消息说涉事的司机企图下车逃走 被在场的警员合力制服 期间一个男警和一个女警首捕受轻伤送院自利 涉事的司机酒精呼气测试超标被捕 被带回警署调查